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一周一次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重点想和大家聊两件事情 首先 大家最近都在关注台海热战风险在不断升级 其实 目前台海两边的主站长还不在海上 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 在这个战场上 台湾磨练出让世界羡慕的战斗力 很多国家想学台湾 但是他们能真的学会吗? 第二个话题是有关中美缠斗了十多年的一个领域 最近似乎终于展现出一线曙光 但是这是中方真的退让 还是给美国设的陷阱 美国决定大胆蹚一蹚这滩浑水 最终美国能全身而退吗? 在开始进入正题前 我们今天先聊个故事 其实不是故事了 这是中国互联网上最近发生的一个真事 但是中国目前发生的很多事情 都可以成为历史故事的质量 什么事情呢? 今年中国人很多过得都不开心 中共央视就想搞点轻松的话题 活耀一下气氛 正巧8月18日 四川卧龙大熊猫基地 有一个叫翠翠的大熊猫 生了一个熊猫宝宝 真是可爱 于是央视想用它的官方微博搞一个活动 就是让网友给翠翠的熊猫宝宝起个名字 没想到这个网上活动一下就火了 一瞬间留言就上签了 大家给熊猫宝宝起的名字都是什么 翠翠翠 翠翠就叫翠翠 其中一个得到共识最多的名字叫起翠 起是祈祷的起 翠还是翡翠的翠 央视这个中国文化人扎堆的地方 终于有人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结果央视迅速关闭了这个微博的评论功能 这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就出在这个翠子身上 中文翠子上边是两个习 习近平的习 下面是一个足 就是死的意思 暗示习近平要死两次的意思 而网友起的起翠这个名字 不就是在祈祷让习近平死两次吗 央视搞网络活动 搞出这样的反党中央的结果 央视的官员还不吓死了 关闭评论区那是一定的 据说起翠这个词 还不是这次新出现的 过去两年在中国网上就时隐时现 这次只是借用这个熊猫妈妈的名字 再次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关闭了这个微博的评论区 关闭不了人的思想 中共官员也能意识到这 现在很多中国人对习近平是有情绪的 但是让老百姓在网上发泄这种情绪是绝对不行的 因为放任你表达你的情绪 习近平会对他们有情绪 最近网传说中共的大红人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最近在网上发了一些情绪 惹得习近平大怒 任正非说什么了 总结起来一句话 那就是冬天要来了 网上公布了8月22日 华为公司内部论坛上发布的一篇任正非写的文章 任正非在文章中 向整个华为强调 要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纲领 提出未来十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 华为未来的生存基点 要调整到以现金流和真实利润为中心上 强调要把这样的思路在整个华为传播开 任正非的原话是 要把寒气传递给每个人 网上有传言说 任正非的这篇文章让习近平大发雷霆 据说他特意派人给任正非带话 让任正非赶快闭嘴 是啊 在这二十大马上要胜利召开的美好日子里 你不高歌 在习主席领导下 我们迎来的硕果累累的金色秋天 你却直接让大家开始准备过冬 这也太不把习主席放在眼里了吧 让一个人停止抱怨今天的一个简单办法 就是让他知道明天过的可能还不如今天 中国人现在对习近平的情绪 主要还是因为清零政策这样的 挡了大家财路的政策层面的东西 如果未来习近平在台海真的搞出一些动作 到那个时候 中国人可能才会意识到 那时中国要面对的内外交困的苦难 和现在这些愚蠢政策比起来 现在的日子简直就是黄金时代了 说起目前台海危机 中共这边最近真是如着了魔一样 不停的搞军事演习 不停的释放出各种准备战争的消息 大家主要的关注点 都放在台湾在外交和军事上 回应中共的一些行动 8月26日台湾公布了明年的台湾军事预算 台湾行政院提议 明年基本军事预算为创纪录的137亿美元 比今年的房屋预算增加了13% 增幅创过去15年来最高 台湾的这个军事预算 包括大幅增加喷气式战斗机和军舰的燃料和维护开支 增加这方面的开支可能是应对中共不断增加的 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和军机骚扰 台湾也意识到中共正在用这样的灰色地带战术 来消耗台湾军队的资源 另外 扩大的预算也给台湾机会用来改进台湾军事设备 加强预备役部队的战备能力 以及发展台湾针对中共的非对称作战能力 按照这个预算 2023年台湾的军事支出将占台湾GDP的1.7% 就这个比例来讲 台湾其实还有实力在未来进一步提高它的军费开支 例如 台湾还可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和美国相当的比例 也就是GDP3%这个程度 原本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台湾内部反对派的抗议 但是中共最近的一系列军事威胁 却在这方面帮了台湾政府的一个大忙 统一了台湾的民意 最近台湾官方增加军事预算 甚至可能延长义务扶兵役期限 这些消息都没有引发很多台湾民间的强烈抵制声音 我在以前的节目中从不同角度分析了 虽然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反复表示 他们是铁了心要吞命台湾 但是 习近平只要还有一点正常思维能力 在2027年前中共真的武力攻台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对此中共和世界心里都清楚 那么中共为什么还不停放出各种强硬备战的信号 并在台湾周围不停的开飞机扔炸弹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重要概念 台海两边其实一直在较量 台海目前的主战场其实不在台海上 台海上的飞机、军舰和炸弹是辅助阳攻 而目前真正的战场还是在人心里 套用中共超限战的一个名词 就是目前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舆论和心理战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中共一边挥舞大炮和导弹 一边强调和平统一台湾 感觉中共和平统一的说法越来越三心二意 其实如果不打仗能让台湾归府 这对中共那绝对是梦寐以求的情况 台湾现在已经是个民主社会了 所以民意可能决定政府的决策 对于中共来讲 如果能够分化台湾人 如果能让台湾人超过一半都怕和中共打仗 那么这样的民意就可能选出一个 不惜一切回避战争的台湾政府 这样的台湾政府就可能在中共的武力威逼下 开始和中共签一些逐渐放弃台湾主权的协议 让台湾一点点进入中共的势力控制范围 这就是过去几十年 中共台湾政策的理想蓝图 但台湾实在是个伏地 在中共军事占领中国大陆后 1950年 毛泽东其实是给中共名将苏裕了50万大军 并向苏联借了几十架飞机 准备让苏裕领兵 在美国还没有缓过劲 国民党军队还在内战中被打成金弓之鸟的情况下 一举攻下台湾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北朝鲜金家突然向南朝鲜发动入侵进攻 引发了美国和全世界介入的朝鲜战争 中共因此被拖入了朝鲜战争 两年多下来 打得国力干枯军队精疲力尽 同时也明确了和美国为敌的立场 把美国彻底打醒 因此 那以后毛泽东不得不放弃武力攻占台湾的想法 也就是冥冥之中 命运安排了让北朝鲜金家 在那个关键时刻搅局救了台湾一次 中共改革开放后 经济快速成长 中共的台湾策略开始转向 通过利益诱惑 同时压缩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来分化台湾 有一段时间 大量台湾人被中国的经济机会吸引 再加上台湾内部很多媒体被中共侵蚀 台湾内部人心分化非常厉害 这其实都是中共针对台湾的信息和心理战的一部分 套用中共的语言体系 就是和平演变台湾 那段时间的台湾政府 也真的开始和中共在经济上越走越近 甚至政府制定政策的一个思路 就是让大陆成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引擎 这就是中共梦寐以求的台湾政策思路 中共眼看自己20年的对台政策就要开花结果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香港人挺身而出 向中共争取自身民主自由的斗争愈演愈烈 直到反送中运动被中共镇压 2021年的香港国安法彻底完结了一个时代的香港 过程中 虽然香港被中共肆虐的遍体鳞伤 但是 香港人却用自己的付出让世界 特别是台湾人 清醒地看清了中共的本质 自此 台湾人在反对中共统治这方面的民意空前团结 冥冥之中 上天再次眷顾台湾 虽然中共也意识到自己对香港大打出手 那增盈的面目已经把一大半台湾人吓跑了 但是 习近平需要用吞并台湾来给自己做神坛的想法 没有动摇 所以 中共对台湾的信息和心理战不但没有停止 反而更加隐蔽和频繁 软的不行 那就来硬的 诱惑不行 那就威胁 目前 中共针对台湾的信息和心理战的重点转向 辅助中共的军事行动来给台湾人制造持续的恐怖情绪 瑞典VDAM研究所每年编写全球虚假信息报告 根据这个研究所公布的数据 台湾已经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虚假信息攻击的目标 台湾官员和信息研究人员进一步证实 这些攻击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共 台湾军方表示 在8月早些时间 他们就发现了270多个虚假或有误导性内容的消息 在台湾互联网上流传 这些内容是中共针对台湾信息战的一部分 目的是给台湾老百姓和士兵制造恐怖气氛 削弱台湾的士气或者是破坏台湾政府的信誉 8月4日 也就是在佩洛西结束对台湾访问的第二天 在台湾拥有2100万活药用户的社交平台LINE上 有一个消息被广泛传播 这个消息说 中国计划在8月8日前撤离在台湾的中国大陆公民 这个消息还附了一张很像中共央视新闻的截图 上面有宣布撤离的文字 很显然 这样的消息就是暗示中共可能准备武力攻台的信号 目的是在台湾民间引发恐慌 宝剑封从磨砺出 中共对台湾发动的连绵不绝的信息战 也让台湾逐渐建立了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应对中共信息战的体系 这个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就是一些进行事实核查 Fact Checker的非盈利组织 在美国提起事实核查 有相当比例的美国人都立刻会生出一种厌恶感 那是因为在美国很多搞事实核查的组织 都是由左派资金支持 用左派人士来推行左派理念 压制对右派有利的信息的 但是 事实核查这个机制本身其实是一个工具 如果能够公平合理的使用它 对大众在互联网上获得高质量信息其实是有好处的 台湾的事实核查团队和台湾的社交平台技术公司有亲密的合作关系 例如 针对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在LAN社交平台上流传的声称大陆人要撤离台湾的消息 LAN公司有一个自动检测信息的机器人 当他注意到这个信息的传递速度和范围到一定程度后 他就把这个消息发给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事实核查团队 这个团队的英文名字叫Michael Payne 据说是模仿不要再骗了的台语的谐音 Michael Payne的创始人叫Charles 他立刻让他的团队成员开始在消息截图显示的中共中央电视台上查找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消息 经过调查该团队的结论是这是一条假消息 于是 这个团队立刻向Line、谷歌、Facebook的台湾当地办事处 发送了一份报告 这些社交平台会依据这个报告采取措施阻止这个假消息 进一步在台湾社交平台上传播 同时 Michael Payne的团队还会向相关台湾政府部门通报 例如 通报台湾大陆事务办公室 这个大陆事务办公室随后会发布官方声明宣布这个消息是谣言 并通知台湾警方追查消息来源 第二天 台湾警方就回应表示 他们追踪到这个假消息 是由一名在中国大陆的妇女发布的 台湾有个专门负责追踪恶意消息的台湾调查局 这个调查局声称 在过去三年台湾政府正式调查了近900起造谣的案件 最后对其中200起提出了法律起诉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目前应对中共信息战的体系 是由民间组织、高科技公司和政府机构等多层面组成的 紧密合作的高效体系 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埃斯帕在7月份访问台湾时 在和台湾数字部长的谈话中了解到台湾针对中共信息战的整体战略 和这个高效应对体系 他很感兴趣 甚至提到希望把台湾这方面的经验带回美国 我感觉埃斯帕这个把信息检测系统带回美国的说法 不但幼稚 而且危险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黑白分明的世界了 在台湾形成这样的信息检测系统 有它的特殊性和必要性 首先 台湾的民族组成比较单纯 文化和价值观相对一致 而且 中共对台湾的信息战是真实的 持续的和无孔不入的 台湾实施这样的信息检测系统关乎台湾的存亡 而且 台湾检查的信息有特别的针对性 就是这样 这套系统在台湾也是很有争议性的 台湾反对党的政客和一些媒体人就指责台湾总统蔡英文 在利用这个系统消减互联网上他不喜欢的消息 限制台湾的言论空间 而且 因为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台湾政府最近不得不搁置了一项 针对网络平台的法律草案 这个草案规定 如果互联网平台不及时删除法院认定的有害信息将被罚款 和台湾相比 美国是个民族多元化 文化更加多元化的国家 而且 美国社会当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处于空前割裂的状态 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比如男女性别的定义 都无法在社会上取得共识 好坏 没仇等基本概念都不断被各种社会思潮挑战 别说是历史上的事件 就是现在在眼前发生的事件 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群都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在真这个概念上达成共识的社会了 谁说的是真的 在这点上 美国已经快速的向中共社会靠拢了 到了谁有权利谁说了算的状态了 在今年4月下旬 拜登政府宣布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内部设立一个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 目的是协调打局与国土安全有关的虚假信息 但是拜登政府任命的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执行主任杨克维茨女士 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意识形态相当左倾的人 因此 这个委员会被右派人士戏称为美国的真理部 结果在右派人士强烈的抗议声中 短短三个星期后就被喊停了 台湾针对中共信息战的高效率信息检测系统 让很多西方国家很羡慕 但是我衷心希望 在台湾成功的这套系统最好还是让它留在台湾 因为一个不幸的现实是 现在很多国家已不具备拥有这样系统的人文社会基础了 好 下面我们谈第二个话题 中美之间缠斗了十多年的一个老大男问题 最近似乎终于看到了出路 但是这真的是曙光还是陷阱 8月26日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中美两国达成了一项协议 协议的核心内容是 中方将同意让美国会计监管机构 检查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 结果 一系列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包括阿里巴巴 爱奇艺 京东 哔哩哔哩等 他们的股票应声暴涨 这个事情更大的隐身意义是 表面上看 中方的态度好像和习近平过去处理 类似事情的战狼风格很不同 所以它也引发人们对习近平对外政策可能转向的遐想 有关这个事情的大背景 我想很多观众已经很了解了 但是为了便利更多的观众理解这个话题 我这里还是简单的把背景给大家梳理一下 世界各国的企业都可以到纽约上市圈钱 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和资金状况 要定期给大众投资者提供 作为投资人判断这个公司股票值不值得投资的依据 为了证明自己公司的财务报表是正确和真实的 每个上市公司都要雇用独立的会计公司 对他们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但是因为上市公司和这些做审计的会计公司是雇用关系 这就让人担心做审计的会计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财报问题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防止这个 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会计监管机构 叫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 我们下面简称会计监管会 这个监管会就是专门审查这些做审计的会计公司的工作 为了保证会计监管会能全面审查这些做审计的会计公司 美国要求保证会计监管会能够看到 审计公司做审计的一切原始数据和文件 这个是美国法律规定的 是对世界各国的公司一致的要求 在美国上市的其他国家的公司对这个要求都是严格遵守的 唯独中国的企业拒绝遵守美国的这个规定 理由是这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你中共担心损坏你的国家安全 你就别到人家的股市来圈钱呀 不行 中共就是又要你的钱 又把你的法律当空气 需要指出的是 中共对于外国在中国上市的公司 却设定了非常严格的审计检查规定 要求审计检查应以中国监管机构为主 依赖中国监管机构的检测结果 双重标准是中共的一个基本特性 结果如何呢 不断有中国的骗子公司 利用中共拒绝让美国审查监管的这个空子 在财务上造假 给美国投资人造成很大的投资损失 近些年发生的一个著名案子 就是瑞幸咖啡的财务造假事件 在过去十年里 美国就此事多次试图和中共谈判 中共就是不做任何退让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 中共是不敢做任何退让的 在美国上市的很多中共央企 都是中共的垄断性企业 从这些企业的数据 就可能推演出中共一些宏观经济状况 中共在很多领域的数据都是造假的 审查这些公司就可能因此揭露出 中共的整体数据造假 终于 美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在2020年制定了一个专门的法律 要求将连续三年去不遵守 美国审计规定的外国公司 从美国股市摘牌 因为这个法律 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暴跌 其中大部分企业面临会在不远的未来 被踢出美国股市的状况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共现在突然答应给美国会计监管会 审计中国企业的原始数据了 表面看 这是中共在美方的强压下开始低头了 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为了拿美国人的钱 也不准备再战狼了 但是要注意 任何时候 魔鬼都在细节中 首先 中共做出这个让步 是在中共13家在美国上市的 垄断性央企的11家 都已经离开美国股市后 做出的 这11家央企 有些是被美国股市踢出来的 有些是自己直去主动离开的 现在还在美国股市的央企 只剩下两家中国航空公司了 这就让中共对泄露全国性数据的担心 减少了许多 更重要的是 中共让美国会计监管会 查看中国公司审计原始数据的条件是 美国监管官员必须要到香港来看 开始这个要求让美国这边的官员 感觉也很迷茫 在现实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那些原始数据在香港看和在美国看 有什么两样呢 但是中方就是以中国相关法律为借口 咬住这点不放 最后美国竟然答应了中方的这个要求 同意派人到香港去实施监管 中共为什么要咬定 只有美国人员到香港 才给他们看原始数据呢 中共的这个要求背后是有精细的计算 虽然中共的垄断性央企已经几乎全部退出了美国股市 可以不用担心美国看到他们的数据了 但是毕竟阿里巴巴 京东等这些私营大企业 还在美国上市 他们的业务在中国电子商务中占据着重大的比例 他们的企业数据还是能够展现中国的许多经济现实 但是这些公司的数据庞大繁杂 没有大量的专业人士 美国一方很难在短时间内 看透这些公司数据背后的横向隐身意义 如果美国会计监管是在香港 美方不可能派很多人去 去了也不会待很久 这就从客观条件上制约了美国能够监管的广度和深度 而且香港现在是中国完全控制的地区 身处香港从心理上 美国的监管人员可能下意识就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有所顾忌 特别是中共用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时 美方人员因为其身在香港可能也会有所顾忌 最后 中共非常会利用人性的弱点 任何对中共不清醒的美国官员 或本人人品有缺陷的美国官员 都可能成为中共下手的对象 我在以前节目中就提到过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儿子Neo Bush 在2003年以前在香港旅行时 每晚都有妙龄女郎主动敲他的旅馆门 而且不要一分钱 当然 后来Neo Bush就成为中共最亲密的朋友 所以 中共可能相信他们有机会在香港把一些美国的监管官员 也变成中共亲密的朋友 那以后什么监管都好商量 难道美国一方没有专业人士看透中共的这些小心思吗 其实美国这边也不傻 但是美国股市为了赚钱和名声 其实也不希望中国公司都离开 而美国监管部门的人和华尔街其他公司的人 其实是一群人 他们都是这个部门进那个公司门出的一群人 美国法律制定的初衷是要保护美国投资人 不被中国企业财务欺骗 但是到了具体执行层面 还要看执行人员的意愿 所以最终美方到香港 滩完这趟浑水后会得出什么结论 最终还是要靠美国这边派出的人 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现在还只能等着瞧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能订阅杰森视角这个频道